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民網評論文章指 政府近年將人民作為發展體育事業的主軸 滿足人民健身需求 落實全民健身國家戰略 不斷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全民健身與全民健康正在融合 有力推動健康中國建設 捉起民族強健的基石 文章認為 一個健全的人既要有豐富的知識和文化內涵 還要有健康的精神和強健的身體 得如其內的新冠肺炎疫情 令民眾更加重視健康 體育運動不斷激發出文明其精神 野蠻其體魄的強大正能量 全民健身正在成為新潮流 保持健康、遠離疾病 不單是對自己負責 還要是對家庭、對社會負責 想要保持健康 就需要堅持不懈地鍛煉健身 全民健身運動的普及 亦都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誌 文章認為 以健康為責任、以健身為任務 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是值得大力提倡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 除了內地當局重視全民健身之外 港府近年亦都提倡每日運動半小時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響應呢? 今天才開始的話都未遲 Let's move it 節目時間就來到這裡 再會